1 你开好课之后呢 再来就是要增加你的学生 所以我们直接点这个管理学生 管理学生一开始都是空的 那如果你要单独个别增加 直接新增学生 然后把他的 看你要用名字还是要用班级座号 我直接用班级座号 那年龄性别这边 如果你不写也没关系 那学生在登录的时候 他就会问他年龄几岁 所以你可以不用去选 然后直接按储存 这样子就多了一个学生 那如果说你要一次多很多学生 增加很多学生 那这边呢 你把它点下去你会发现 他会要你用 用那个 直接贴上去的 那一行是一位学生 所以你就可以用四算表 或者用文字档 那你们当老师 都我们当老师 都会有那个学生的资料 所以你可以直接 直接把学生的资料 比如说他有这个账号 或是我直接开一个新的 或是我直接开一个新的 60201 60202 然后 撕算表的功能把它复制一下 它就会自己增加 假设这样子 那你把它选起来 复制 然后到 回到刚刚的页面 直接按右键接上 就好了 然后直接按完成 它就全部帮你加好了 好 那加好之后呢 你会看到最下面哦 这个是随时可以再增三的 随时可以再增三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会有一个连结 这个就是你的课程的连结 那我会建议你 因为学生要打这个 毕竟还是很麻烦 我会直接把它复制 然后到 如果你老师有自己的网页 或学校的网站的话 我就会把它加在 那个网站上面做连结 就像我这样子 好 直接把它做进连结里面 那学生就不用记网址 学生就可以不用记网址 这是最简单的方式 好 那所以 这个地方你要知道 然后这里有一个学生登录资料卡 请各位要印两份 你把它点进来之后 它会出现这样的东西 就一个 对 对 你全部弄完之后 要记得要保存 保存之后它才会生效 那生效之后 你列印学生登录资料 它就会产生整班的 那个登录的卡片 那你就印两份 一份你自己存 一份切给学生 每个学生就发一张 那图片它就很容易记得 下次就不会忘记 那如果你是那个两个单字的 学生会一天到晚忘记 然后子也丢了 然后跑来跟你要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印第二份 你第二份就自己留着 不然电脑教室 学生忘了啦 自己查自己查 不要来烦我 如果你没有印第二份怎么办呢 这边你就回到你的 这个管理学生的页面 你直接按这里 它会显示 你这样子给它看也可以 但是就比较麻烦 所以这个部分是开 就是学生 开学生的帐号 还有 你会把你的网站做成连结 每一门课 每一门课 每一个班级的代号都是不一样 它连结都是不一样 这个记得印两份 麻烦各位操作一下